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树蛙兴奋地冲进公园 虽然它也想完成任务看电影 但公园嘛 还是先玩再说 这时 它突然看到公园一角 设有阴眼瞄准发球机和一只球棒 小树蛙马上跑过去玩 它要求狐狸猫录下它帅气的急球姿势 等狐狸猫一按下录影键 小树蛙就迫不及待地按下发球机按钮 并拿着球棒摆出一个超帅的打击pose 等发球机的卡夹打开 棒球自然地落下 小树蛙看准了球的位置猛力挥棒 结果 竟然挥棒落空了 只见球直直地掉到了地面 狐狸猫在一旁忍不住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姿势一百分 小树蛙觉得尴尬 赶紧转移话题 对了对了 球从发球机落下的这个过程 该不会跟加速度有关吧 狐狸猫想了一下 还真的有关耶 它故意卖了个关子 问小树蛙 你觉得球落下的过程中是做什么运动呢 小树蛙想了想 球从空中落下至地面的过程 好像是自由落体 狐狸猫帮小树蛙拍手 没错 但我们还需要讲出自由落体 和加速度之间的关联和原理哦 先给你一点提示 我们在加速度运动单元时曾学过 当物体运动方向和加速度方向相同时 物体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现在 你能试着描述球从发球机落下后 其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吗 小树蛙想了想 回答 在发球机的例子中 当棒球向下掉落时 因为其重力加速度向下 所以向下运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你说对了 狐狸猫欢呼 已经找到一个和加速度有关的设施了 我们再去玩嘛 狐狸猫存心闹它 还想挥棒落空吗 小树蛙赌气地说 哼 才不要 我要去玩溜滑梯 说着就一溜烟跑走了 狐狸猫只好赶快追上去 两人马上就和好了 开心地轮流溜着溜滑梯 小树蛙又突然想到 诶诶 狐狸猫 我在溜滑梯时 是不是正在做加速度运动呀 狐狸猫又故意不直接说出答案 只说 不然我们来实验看看 于是两人分工合作 狐狸猫先将卷尺固定在溜滑梯的旁边 接着帮小树蛙拍影片 而小树蛙则负责溜滑梯 拍下影片后 两人一起将影片的内容整理成图表 狐狸猫先记录下小树蛙各秒的位置 接着交给小树蛙接手 计算各秒的速度 算出来了 0-1秒 每秒0.6公尺 1-2秒 每秒1.2公尺 2-3秒 每秒1.8公尺 3-4秒 每秒2.4公尺 小树蛙边算边自言自语 每秒增加的速度都是每秒0.6公尺 哦,哦哦,我在溜滑梯时 是做加速度运动没错 而且每时段的加速度都相同 是等加速度运动耶 狐狸猫在一旁开心地拍手 耶,完成寻宝游戏了 我们赶快回家 跟你妈妈领电影票吧 等等 狐狸猫突然想到 要先把今天学到的内容 整理成重点 才不会忘记 当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时 在忽略空气阻力等因素影响之下 全程只受向下的重力作用 是等加速度运动 当物体的平均加速度 不为0且相同 代表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最后 狐狸猫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试着用学过的知识来描述 进行高空弹跳时 从人开始落下 到掉落至最低点的 这个过程中 加速度是如何变化的